美食街也有這麼早開嗎 這邊是南門市場 我知道這邊是南門市場 我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好像在旁邊 有特別多人喔 還沒接受就是吃東西 好想吃喔 欸 飄走了 一大早也太活潑了吧 我剛剛有沒有想說 這種傳統的市場 我要正經的介紹一下 你現在這樣子 我很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耶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呢 就是 中正經典堂 中正經典堂的二號出口 一出來呢 就有這個南門市場 現在是10月嘛 是市營運的時間 11月呢會正式開始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來的時候呢 我跑到右邊 那邊其實是單行道 大考一圈又要再回來這邊了 所以大家呢 來這裡的時候呢 記得直接經過南門市場 轉角直接一右轉 就是停車場了 現在就進去來看看 什麼東西很好吃 開始餓了 我已經想好 中午我要買一些什麼回家吃 還有晚餐 我也可以在這邊先買好 好就這樣 你要買什麼 我可以幫你介紹喔 喔真的喔 這個人很皮耶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從一樓開始對不對 但其實沒有 他們從B1開始喔 如果你想要買一些 生鮮類的啦 海產類的啦 都有 生鮮類別的比較多是在B1 到了一樓 我個人是覺得 最方便的就是這邊 它有一些乾貨 熟食類的也都在這邊 最主要想要找的一些吃的 比較偏是在一樓這裡 二樓它這樣還有服飾耶 美食街也在上面 急著要吃 你們就直接上去 牛排 炒麵 刀削麵 最紅是這個 然後還有柏冰炒麵 喔這兩個啊 聽說這個是要開對的 美食街也有這麼早開嗎 這邊是南門市場 我知道這邊是南門市場 我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通常美食街 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是比較晚才會開的 你們為什麼今天一大早就要逼人啊 它太早了 大家知道是很早 易路提示 清醒一點 那我們現在介紹完之後呢 就要先來稍微走走逛逛 然後來看看 我一直在驗口水 好煩喔 就是 好像在旁邊 有特別多人喔 我沒接受 你就要先去吃 好想吃喔 飄走了 現在到了呢 就是B1 不是 B1是這裡 B1呢 就是肉品 海鮮跟蔬果 一般有賣海鮮的地方 不是應該會有很多 魚腥味嗎 或者是地板很容易濕濕的 但這裡 是香味 跟我印象中的那種市場 不太一樣啊 而且明明旁邊是賣肉耶 都沒有一些 奇怪的味道耶 還是因為這邊開了蛋糕店 把一些味道綜合掉 難怪我一直覺得香香的 它這邊就是有一些 麵包店 然後咖啡廳 是在這一區 另外後面這一區呢 就是什麼牛肉乾啦 然後還有一些海鮮啦 蘇果啦 好 那我們先從 這邊好了 我要怎麼挑啊 欸 你看 現場做蛋餃耶 原來 喔 蛋餃是這樣做的 它這邊就是有一些地方呢 很像我們去日本的一些超市 他們可能現場就會做給你看 比如說那種直接在你現場那邊 灌爆那個泡芙 其實在這裡還是沒有聞到什麼海鮮的那種魚腥味耶 看起來是不是就很好吃 然後地板也沒有什麼很濕的感覺 滿乾淨的 打開屋開頭的那個 這邊就有一個 南門傳統市場 會有賣紙紮的 連這個都可以在上面買耶 針鮮類的也可以 熟食區的也可以 只有美食接的不行 這間看起來很好吃 很像 它是圓可送 吃起來是比較酥酥脆脆 然後它裡面還有卡士達醬 然後還有巧克力口味什麼的 這個我待會要來買 好 你多多人想買喔 OK 各位觀眾 我想買給你們看的是 企劃他不想要我這麼做 OK OK 你敷衍我 好 你一定跟你女朋友常常為了被敷衍 是的 我要去檢舉你 啊 我要先去檢舉你 很棒是不是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還有牛筋耶 我超愛牛筋的 牛筋怎麼賣 剛剛逛了非常多間呢 我現在的目光已經鎖定了其中幾間 待會會很想要買的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再來就是異鄉災 蠻多種是我一看到我就忍不住想要吃的 剛好我想要吃的 也是在網路上大家的評論 反應不一 譬如說我想要吃 你這個綜藝梗你要先跟我講我要跟你一起做 他們會反應不一 這樣才有配合到吧 下面一位 他們那個鯨魚 有人說跟他們定吃起來很普通 吃很多魚刺 但也有另外的人說 吃起來很好吃啊 那魚刺全部都已經酥脆了 整個可以入口也不會刺喉嚨 兩邊講的不一樣 這個就會讓我待會很想要試試看 蠻多人是說不錯的啦 有一些人還是有一些疑慮 那我先去看一下 什麼任務 這是我要買給你們吃的啦 是不是 你可以買給我們吃 但是還在任務內 那天呢 你只有五百塊 你現在已經換一百了 然後人家沒有先講任務的啦 那我想要先來買一個這個 你看這看起來有多好吃 待會會很想要買的 這個我待會也要來買 我真的會把早餐 午餐跟晚餐都買好 因為這樣我都才吃得到啊 因為這樣我都才吃得到啊 我先附這個就好了 我先附這個就好了 這個 昨天在跟你講說 今天要來介紹哪個市場 這個我們設置的一個 比較小塊錢 那我剩三百 我還要買喝的 而且你們剛有看到喝的嗎 沒有 樓上 喔樓上 那我們就去二樓吧 你們心機很重 我剛剛那種開心逛街的心都沒了 對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是在二樓 還特別做了一個區塊 而且這個區塊沒有很小喔 是那種大型的落地窗 大家呢逛累了 就可以坐在旁邊的椅子呢 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聊個天 這個一個區塊我覺得不錯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然後這邊也有冷氣可以吹 餓了就去吃吃東西 想要逛就旁邊逛一逛 準備要回家了 就去樓下買個 那個生鮮什麼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去美食廣場看看 要來花錢了 喔我個人是認為我們要趕快坐下喔 三百塊以內嘛對不對 可能吃那個麵跟要一個喝的嘛 我不能喝自己的就好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下去買了 我跟你說喔 你不要偷吃我的東西喔 我原本想要給你們吃 但我現在不爽了 我現在不想要給你們吃了 我現在不想要給你們吃了 一二三四有四成喔 四個的話是十六有十六成喔 吃的話你就會直接去十八成地獄 我剩三十 可憐啊 那我後來改點了這個芒果冰沙 我心想說芒果冰沙這個季節還有嗎 他說有喔 拿出保鮮膜包好的冷凍的芒果 先喝一口 他畢竟是冷凍水果做的 所以他不會有那種化學的感覺 而且算大杯喔 八十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 他是真的有用到芒果啊 任務目前是完成的喔 買了這個鯨魚 然後這個吃的 然後飲料跟一碗牛肉麵 我還剩下三十塊 任務達成 那我就先來試吃這個 一開始有為大家介紹的 網路上面評價不一的 異鄉栽的鯨魚 不要看這樣小小一條的 是我刻意請他挑小條的 因為我怕預算會超飆 好下飯喔 這個鹹度 關於魚刺的部分 沒有 它有魚刺 可是全部都可以入口 也不會砸嘴 大飯 這點很棒 來 下一個 剛剛我們上來的時候 不是 右邊是美食廣場 左邊是精品百貨嗎 它從裡面排到了 自動門外面 在排到了精品百貨的門口那邊去了 喝一口湯 是我喜歡的 我有看到這個肉嗎 我輕輕一抿就開對不對 再一次喔 我用嘴唇咬它 嘴唇喔 你看 這個很軟爛 我用嘴唇就把它抿開了 我很喜歡的是 它的湯頭 看起來沒有很深對不對 可是它味道是很夠的 我特別喜歡吃紅燒牛肉麵 跟其他的比起來的話 麵條對我來說有點可惜 因為它太厚 所以它沾到那個湯汁的時間 就沒那麼長 那我喜歡吃的是 麵還是要有一點牛肉湯的味道多一點 就是會巴的湯汁這樣子 對湯汁要掛得住 這是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但是整體來說 它的湯跟牛肉是很OK的 這個是招牌 招牌的肉就是有點像這樣子 比較薄的 先喝一下湯好了 湯包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湯底的 喔 不輸紅燒耶 喝起來也是有點紅燒味的 再多加了一個番茄 再多了蛋的味道 它融合得很好 蛋很入味 肉也是 我現在咬有沒有十下 它已經幾乎化掉了 這是有筋的 我看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比較好嚼勁 可是也是一下就咬開了 我自己覺得它有花椒的味道耶 你吃一個看看是不是我誤會了 花椒的花椒 是有花椒的香氣 它沒有讓你的舌頭麻 不會讓人不舒服 喜歡吃炸醬麵的人可以點喔 因為我之前吃過的炸醬麵 從來沒有吃過有花椒味的 這個很不錯 因為網路上呢 對於千層饅頭的評價 有人說他們的味道有點互相搶到了 這個芋泥的量 我網路上看到的好像在更多一點喔 嗯 像我們現在在外面常常會吃到什麼 什麼芋泥車輪餅 什麼卡士達怎麼樣又怎麼樣的東西 你用那樣子的標準去看它的話 你會覺得它的味道不夠 附上人家寫的 我有點聽懂意思了 就是說 它都打在一起 所以導致味道沒有很出來 但如果我今天不是用那樣的角度去吃它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吃的小點 好不好 好 來做個總結喔 南門市場現在市營運運呢 我覺得沒有太多什麼缺點 我比較想要知道 就是它每一間店的一些營業的時間 店家這邊他們如果列出他們的營業時間的話 可能會更好 因為每一間它的營業時間好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來的時候呢 大部分都已經開了 畢竟它叫南門市場 它還是跟市場呢有絕大的關係 比如說你是要來買菜的要買什麼的 早一點來是OK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買一些東西回去吃 早午餐的概念 那你一樓的熟食區就非常的適合 那如果你是緊接著要吃中餐了 我建議大家 10點的時候早一點來 先排隊 欸差不多可能10點多快11點了 也差不多吃午餐了啦 我目前這樣看起來啊 我覺得環境很好 我剛剛不是有戲稱說 裡面有點像是 頂好我們電城嗎 可是它的走道都比頂好我們電城還要再寬 我覺得這邊可以吸引外國的觀光客 本土的市場的文化 濃縮在一棟建築物裡面 又讓大家在逛的時候 像我之前去那個倫敦 會逛一些什麼市集 有時候很熱的時候你很麻煩 它這邊的話 你又可以看到這些攤販 又可以是在室內 東西都弄得看起來很乾淨 好啦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啦 很多人都說 欸你們的影片很好看啊 那觀看人數應該要再更高啊 它不是一個口號 請打開小鈴鐺吧 請分享給你朋友吧 真的是分享出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後台喔 看是不是真的有人分享 沒有在情惹你們啦 就是請大家多多幫忙囉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的手勢 OK你發明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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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